大家好我是橘子姐 今天分享一个不用油炸就能快速做油条的方法 这个健康的做法特别适合想吃油条又怕上火的朋友 250毫升的温水加5克酵母搅拌融化 在盆中放500克面粉加一勺盐增加面的筋性 再打入一个鸡蛋用筷子搅散 把融化好的酵母水分次少量的加入它盆中 一边倒一边搅拌 搅拌成棉絮状的时候加入两勺油 和面的时候加入两勺油 可以使面的延展性会更好 做出来的油条也会口感柔软 用手揉成光滑的面团 做油条用这种软用适中的面团最为合适 在上面再淋入一勺油用手涂抹均匀 然后盖上盖子 密封饧面至两倍大 面团饧好之后不需要揉搓 直接放在案板上用手拉成长条 因为抹了油所以面的严整性特别好 再用手把长条按扁 这里也可以接入擀面杖把长条擀薄 再切成三到四厘米宽的长条 把两个长条落在一起 用筷子在长条的中间压一下 这样油条的配型就做好了 压的力度要适中 防止把油条压变形 再把油条的两头捏紧 这样防止油条在制作的过程中两根闪开 影响美观 烤盘上铺上一层油脂 把油条均匀的放在烤盘上 把油条的表面再刷上一层油 这样可以锁住油条的水分 放进烤箱的中间层 上下火调到200 烤25分钟到半个小时左右 具体的时间要根据自家烤箱的性能决定 刚烤好的油条烤盘上会特别的烫 要戴上手套防止烫伤哦 这样做出来的油条外皮金黄 非常的酥脆 看着就很诱人 而且也没有经过油炸 特别的健康 特别适合想吃油条 又容易上火的小伙伴 强烈推荐大家试一下 我是橘子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问答案